内地继减轻学童功课负担和规管补习行业之后 再推出教育新措施 当局就说青少年的近视率反弹 超纯肥胖率亦都上升 提倡学生去到学校之后先做运动和护眼草 教育部在星期五公布第八次 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结果 显示大中小学生的健康情况 包括肺活量等有改善 身高亦都明显增加 与2014年相比 13到15岁男生和女生 分别高了1.69和0.97厘米 不过当局亦都发现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去年青少年的近视率达到5成2 较前年上升了2.5个百分点 不过三年平均数计 每年仍然下降了1% 显示近视防控工作有显著的成效 报告也都说 各年龄层的学生营养不良问题改善 体重指标持续向好 甚至太好 尤其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率上升 大学生的身体质素也都下滑 教育局等5个部门要求 全面加强学校体育工作 严格落实护眼粗 课间粗 中小学生到学校之后 要先进行大约20分钟的身体活动 保障学生每日在校内外 各有1个小时的体育时间 无线电视记者曹佳永报道